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峡经济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期嘉宾是彭全七段 彭老师您好 大家好 这盘棋是由圣人直白对战Master 这盘棋应该也是Master刚刚出战不久 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谁是Master的时候 他下了棋 圣人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真实中的哪位职业棋手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棋局Master是黑棋 但是好像已经我觉得感受到了压力 什么压力 就是在棋局的进行过程中 很快你就会感受到Master给你的压力 我是这个意思 是 他又使出了标志性的一个大微手脚 分头 我相信这位大舍J棋手还是一个很 比较正常的下法 很淡定的下法 对 认为我跟你慢慢下 我非常的自信 如果是后面的棋手 我估计是不会有人分头的 因为分头实在是有些缓了 是吧 就是棋的节奏上来说 明显是一个 这时候这个圣人白棋还是把黑棋当人下的 对 或者他觉得他对自己非常自信 就是说还是一个上手的姿态 不知道对方是谁 对 所以说分个头 我给你慢慢下拼 我们两个拼内地 对 如果是后面的人肯定不可能跟他拼内地 所以说不可能又分头了 这个Mustle当时还不显身不漏水的 对 大家都以为他是个新来的 然后下这些棋都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看到也是一个普通的变化 就是下这儿 其实点的时候还是黑棋白棋下的蛮不错的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Mustle的选择 他会总是会在局部 他不会下一些完全没有子孝的棋 这棋我们要注意 比如说这时候 全部说在躲一下行吗 躲一下这个脚就送给人家了 这个子完全没有意义 对不对 我们看这个子孝太低了 那走在这儿呢 走在这儿 这形状很难看 长得出来也太丑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全部看到这两个子交换 我们先不说这个子有多大的威力 这样子交换应该没人选 喜欢黑棋吧 摆了虽然没什么用 总比你有用 对不对 总比黑棋这部棋用 所以说他不会下这样的棋 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他一定会 其实走在这 对 往下去扩张 当下到这的时候 其实我印象中这个棋说是不能这么下的 因为我们看到搬过的时候 这是搬不过去的 搬不过来 还有段 这个手机就很漂亮了 因为你打不了 打这边被打穿了 对 所以你只能是包吃 包吃的时候被打穿下来了 这样被拍下来 拍下来感觉是黑棋是受损的 但是当Mustle下出来这个棋以后 就会突然发现了 这棋好像没有大家想那么简单 特别是他的下一步棋 反正我的感受还是比较深的 他下一步棋就是来这儿逼宫 他是想抢个先手对吗 对 我就想到一点就是 清门有时候会在一个局部面临绝境的时候 会左冲又突左思又想 然后觉得 常没好奇下这样也吃亏那样也吃亏 其实最后当你局部已经山中水进的时候 其实还有最后一条路 拖先 就是下不好的地方我们不下了 所以他这部棋充分地展示了这一点 这地方好像看起来支离破碎了 但是其实当它拖先完以后 我们再定眼一看 我们还是回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 再定眼一看的时候 我发现白棋七个子 虽然黑棋好像 我们可以说黑只得了五木棋 明年好像效率比较低 但我们再看一下白棋 白棋连五木棋都没有 我们看到白的是七个子 黑的其实是五个子 因为它吃了你 对吧 它减一个子 它五个子它还有五木呢 你七个子你在搞什么吗 对不对 是 就是你再算上 你就感觉这次有点没法过了 就你这坨子 这团在干什么 然后你唯一的梦想 就是冲断它了 所以实际上它就把它断了 是 然后断完以后 然后人家又不理你了 然后你又发现 你的这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迷茫了 我跟你觉得 就是非常的无聊 会感觉到 就因为没有人理你了 你有没有看到 你在去花手棋 其实这个蛮必要的 好像吃了也不是很大 其实这部棋非常必要 因为黑出来以后 你刚才这七个子 再加一个八个了 我们看其实他虎实学的有些手 这大团子一个也没有 所以他出来 他不是说 紧不齐的问题 好像你这大团子 有生死问题 后保问题 其实你是要补一手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再补一手的话 这三个又有问题了 对 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完全明白了 这个时候是谁优势了 或者说我们把这两个子一拿掉 后来我看齐手 我叫齐梅来 他这两个是损了 让你增加了紧不齐 但是如果是 我们看到你这样包一圈 你不觉得白棋 好像是下不了了 这个子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总之哪多了个子 就是黑棋不停地在外面 大厂 所有的子你都集中在这了 别的地方已经没有前途 所以说这时候他补不了了 他只能是去走那边 去手脚 对 现在白棋是走这个 对 他手脚在被压出来以后 被压出来 说实话 我觉得要不他别断了 这时候他还是理智 我们不要冲动 对 这时候 就没有这个 我们直接手 就现在直接手 因为他们这没子 他其实他 Mustle是不会去连这个了 这样的话 他出来以后 我们能从外面走 总之我们自己是安全的 他现在压出去 我们永远不断他了 这样的话白棋是安全的 这个棋好像还能还能下去了 嗯 那就是说这个白棋的冲断 把自己陷入了一个 对 他肯定是 当时是预计他出来 然后各种跟他对攻 觉得黑棋很危险 确实黑的没有这个子 他不厚 黑棋很单然的一跳 很淡定的一跳 后你发现你就 好像很无语了 你吃不动了 我也不是 你只能去回那边 对 然后他再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地方问题非常的严重 因为根本不是白棋在攻黑棋 是黑棋在攻白棋 对 我们看到这个大饼 活还是能活 但是你能干出那些事情吗 你要干出一些 有点猥琐的活 你要干出那种摆两个眼的棋 我相信这板棋也不用下了 所以它只能是全力一搏 确实只能是拼命 其实这块棋是能活的 但是这时候没有用 我们看到这时候已经是 白棋已经是不知所欲 因为黑棋都是活的 我们看到你 你这大团水源不知道怎么活 然后对 这个是先手 这个当然是先手 断 对 这些都是先手 然后贴 由于这个冲不断 就被冲出去了 它得长一手 对 长一手 黑棋就这边不断 尖了一个 对 不断 先白棋把这个尝出来 尝让它在中间出头 因为这个夹住非常的痛苦 然后现在白棋立这个 是要做活是吧 对 它是想立完以后从这边 我觉得加完以后跟黑棋对上 但是黑棋就把这边补上了 对 然后他逼你去吃这个 对 然后他这给你打结 你这一段没有气了 黑棋白整结 打这个时候 我觉得白棋的那个就叫什么 一口血已经吐出来了 这个结实在不好打了 我这个结实已经没法打了 琴文看到了你提弯以后 你还得接一口 对 而且当你在接弯以后 以后他把这个弯弯以后 你还得去收起弯 我们给他摆完 他还是只有一只眼 不是 我们把这个给琴文摆完 既然你提弯以后 你不能不接 不接他提弯以后 这地方根本就解决不了 你得先沾 先沾他把这冲了 然后以后他就弯一了 你还得补 你不补到他一加 这一度 然后再一搬 我们看 然后就挖回收器就行了 这你又不知道是补到 而且还是个打结 所以你等于是他弯的时候 你还得去立这个 而且甚至他可以先夹掉再弯 所以这地方已经不是一两手能解决了 而且我们看到 如果你花三手棋 琴文看 把这十个黑子干掉的话 如果这时候黑棋在外面再有三手棋 琴文会发现外面 白棋已经估计没什么活泽了 没几个活泽了 就是这时候其实我们看到 这一块两块三块 已经满 至少中间两块已经必死一块了 这个子也感觉越来越孤单了 如果这时候 我们假定黑棋还有三手棋 或者什么样一个局面 就是我觉得那边都不能看了 已经 而且这个节你不能战败了 白棋 你是绝不能败了 因为你败你的大龙就死掉了 你的大龙就死了 所以说这时候已经又是面临绝境了 我们再看两步 对 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它提节 这时候 现在是到这对吧 对 它接着提 然后这时候我们 其实当对方下这种棋的时候 我觉得你赢 应该知道 不过这步棋 它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下 它其实不下也完全没有关系 对不对 它这个像是在补结材的感觉是吗 对一个是补结材 我觉得第二个 我们职业棋手的说法就是 我们两个差距太大了 劝强了 我把你劝退了 劝强了 对 你不要再挣扎了 我想这个职业棋手应该 他的网名是圣人 他看到这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无奈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下这种超级还手的时候 就是一个把你劝退的节奏 一般你会在 很多高手会在 觉得会很生气吧 不是 人家就不想再跟你闹了 我们看到他最后决定他吃不了这块了 他得先把这个打过 当千金王国打过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块鞋还是没吃少 因为黑的鞋还有打结火 然后当黑的逼过来的时候 对 我觉得这盘棋已经没有什么 因为你就还得滑一手 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们看到这个角就拾木 这块鞋如果全吃着 大概这块鞋有30分的价值 所以说10分加上这儿可能接近30分 然后加这儿我们看到有20分 白鞋确实有全盘有50分鞋 我们把这两个鞋搬上 但是我们看黑鞋 由于你这儿 这两个字已经快跟中间的钢板 那个快亲密的接触了 然后我们观看这上面这个角 他就把这个口一封 加这四个字 我呼吁已经50分了 对 这个太可观了 然后这两个已经死了 这两个它不用管你了 你已经跑不了了 自然就死了 然后60分 70分 已经那个盘面20分以上的 这个差距太大了 对 这时候已经无敌回天了 好 那我们这盘鞋呢 精华一尽 也就给大家摆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